大家好 又是我漫畫狗 歡迎又回到星之卡比星際同盟 這遊戲應該差不多爆機了 其實我沒有拍一段時間 我隔了差不多兩個星期才拍這一集 因為播放排序的關係 加上我中途有一個星期完全沒有拍片 因為我放了 我覺得很累 所以我想放一放假 整個星期沒有拍片沒有剪片 過了一個星期 所以這個影片就落後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隔了兩個星期之後再玩逆遊戲 所以我想爆一下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的命是有300個 其實我這段時間做什麼 為何有這麼多命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在這段時間中途就去儲了一些砌圖 儲了一些砌圖 儲了一些砌圖之後 然後再去玩逆遊戲 這一關我發現我還沒拿砌圖 我要回來拿 忘了有沒有拍過 那先拿 我發現這些特殊的角色是非常厲害的 一隻怪獵物可能擁有幾種屬性 以及幾種不同的能力 就像我現在的倉鼠一樣 其實它是有石頭的能力 還有擁有水、火、風 這三種屬性的 所以它一個已經可以頂幾個了 可以 好 接著要用念力者 接著倉鼠變石頭 OK 搞定 倉鼠非常好用 它是最多功能的一隻特殊怪 因為它有三種形態 倉鼠是火屬性的形態 比一隻貓頭鷹的物體 就是現在的風屬性形態 也會飛 它在水底裡面會變成魚的形態 它也變成水屬性 同時它擁有地屬性 就變成石頭 所以它擁有很多種不同的能力 有它的話 它有多多移動 它有多多移動 它沒有必要去 不然會看到它有很多 它也會有多移動 它也會有很多移動 它可以進步 它在水下 這幾個能力值夠高的關係 打BOSS的時候,他們都扣得很快 我的念力其實不太好用 因為他的念力是可以衝動 可以自衝動去怎樣攻擊 搞定 搞定 看來有點病 不要緊 搞定 這關 只是4分鐘 這集可能比較短 因為我想只剩下一關 上不到一 完成了最後一幅畫 只剩下最主定的砌圖 好,都搞定了 還有指定的兩塊砌圖在哪裏呢 我們可以在R這裡看關卡 按道理應該是除了最後關卡之外 應該都拿完 對 應該都拿完 可能還未出的關卡 或者這一關可以拿兩個 有一個星球 可能這個星球可以拿 好,我們去吧 我可以去吧 我這關的確是玩了 唉,浪費時間了 好 這樣來這裡 我想問這些正方贏會夾死我嗎? 又夾死了我兩個同伴 這兩個最厲害的和滿天的陰光怎麼辦 欸... 你...你這樣 先走我走走你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D晒 at8 B 要拿一條鎖匙過去 升上去 好厲害 這次很難度 拿走 搞定 搞定 好厲害 啾啾啾啾啾 什麼都有 好啊 小雀的攻擊力很低 小雀好重 GoGoGo 好啊 一哈三胖反彩 好,反彩還一棟掛 雷槍拍魯提澤魯 要打他一次吧 即是再打大BOSS 雷屬星隊不是太有用 真是 啊 打電 這人是跳舞的時候 還是跳舞 後面還有個大BOSS要打中跳舞 海內獅大人 這樣對自己手下嗎 好痴痴地味 海內獅魔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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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一定會超久放一夠了 現在玩 哇,人是壞到那樣的樣子 哇 可能是某個瘋狂了 你看 Kindy 搖滅 K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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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怕我就死 靠你們打吧 話不仁,滑點東西出來 他是不是打完了 如果有製品的話 我把自己的版本留作製品 不是他自己 難道我又沒有一幅波了 難道我又沒有一幅波了 不是,是星星 閃耀新星同伐 還有一關 應該是 差最後一塊砌圖 前往最終決戰 閃耀新星同伐 星之家比新星同伐 是 或是一隻什麼不妙的東西 射到屎徒一樣 忠煙虛無破神 射到哪裡 射雙眼 射雙眼 其實沒什麼難度,不停向前方向避,一直開炮 這就是國師的能力,是會傳發來攻擊的 技術性才能做 好像是男性 打了 好了 每隻 真是慘 我一星之卡比這隻 霸氣更霸氣 更霸氣 完成 最後應該是臉上 果然是 好像是這樣的 嘩嘩嘩 嘩嘩嘩 倒打 這最後一刻 呢 這 事 就 尊敵 所以 烈 打太久了,手軟了 爆了 面具好像是死空 吸進去 終於打心撞 要拔住它 最後拔不住 喂!拔住它 很恐怖,脫了頭 拔住它,反而強了 這隻鳥 又來了 很累 厲害 好嗎 проб憑 救命! 有草 你這麥克風可不可以太前面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是屠籠籠籠的感覺 我拿這把輕人在炒炮打 眼都花了,但不知道自己如何避免 寫得死未來 手都累了 過了中了 這隻是幻彩星之卡比 這隻是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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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 就好 ole200 我 很可可 不 我不 我不 一 与 我 搖不上 走,搖走,搖不到 找不到去了 啊~~ 咬熱回來了 不要再打暢豈一場 哇挡挡挡火 打龍磚 全部都是這樣 嘩嘩嘩全部出來了 嘩嘩嘩 刺殺是襲擊 嘩嘩 應該爆機了吧 來嘩嘩 嘩嘩 makeup 应该爆肌啦 终于都爆肌啦 应该是时候出字幕的时间 正式今集是第12集 没有记错的话 就正式爆了星之卡 给星际同盟 很多人都评计这个游戏 是一个比较失望的游戏 因为没有预期这么好玩 我也认为是 因为到中段 不用也不太远 中段都已经发现了 因为开始没有新角色出现 到大概是 有一关教我用属性 加上可以有合体攻击的关系 之后 其实这些角色出现了 因为没有新角色的关系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变化 而且 因为有些位置要拒绝 用某些角色来取材的关系 其实你可以选择 用喜欢某些角色的机会不多 如果你要继续 其实来玩法都比较单调 整个游戏的难度来说 是偏简单的 隐藏的位置也非常明显 没有什么特别 要找很多次的需要 我最初觉得有期待 像Mario那样玩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比Mario容易的原因 是因为Mario 一被攻击就会立刻死 卡比不同 卡比你敌人有计血量 自己也有计血量 当然因为敌人的血量高了 自己也需要血量 但是有很多时候打小怪 其实真的因为血量太高 其实也不怕被攻击 不怕会死 加上星之卡比本身就会飞的关系 其实很多会掉死的场合 都是多余的 其实这款游戏根本不会掉死 只要你不是拿着鑰匙 就会掉死 所以整个游戏我可以坐到 三百多条命 是很夸张的事情 我记得当年我玩Mario的时候 我也是存到九十几条命 但是去到最后 关卡章节的时候 是真的去命很多 因为Mario相对容易掉死的关系 所以变成了 四支卡比的难度相当相当低 好像比较小的小朋友 比较大人 甚至于合作程度方面 因为他没有TiMQ的关系 他不会累死自己人的关系 所以也没有难度 所以整体来说 也不是很好玩 不差 不差 時間蠻有趣的 其實我小朋友坐得很辛苦的 所以 大家看完 你有興趣再想玩就玩 沒買過的 沒買到的人就不要買 不是特別值得去 浪費錢買 因為 真的多人玩都不是特別好玩 就是這樣 字幕已經差不多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 新的隱藏 隱藏東西 先開出來 這集差不多一小時 不覺得不覺得 直著文有幫忙進行大冒險 能夠遊玩星之 OOOO 就終極脫責 自己極限 能夠遊玩 這樣開了兩個新模式 我的檔案還是完成 只有76% 為什麼呢 不知道 我給大家看一下幾張 砌圖畫 我完成了 不是還差一塊 為什麼 不明白 不明白 大家去看看吧 有些畫都蠻漂亮的 也蠻漂亮的 應該還有一集 一來我想玩這兩個隱藏要素給大家看 二來就是 我想找那塊砌圖在哪裡 這集就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如果覺得好看給我讚好 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